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激光测量与探测技术课程 我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胡鹏城 那么本课程有如下特色 第一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期学科的专业特色 那么哈工大在激光测量方向获得了五项国家和省部级成果奖励 为本课程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 那么第二个特色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特色 本课程包含了光学、机械、电子和软件等知识 那么第三个特点是本课程的知识体系相对比较完整 从测量原理到关键技术到仪器应用进行典型的综合讲解 那么本次课程获得了哈工大研究生教学课程奖 在本学科学生评较中多次排名第一 好 我们开始第一章虚论的学习 那么在足球界有一个球星 每当他进球以后呢都会得意样样的说 Why always me? 为什么总是我进球呢? 那么在我们激光测量与探测技术领域 也会问为什么总是用激光测量与探测技术呢? 那么因为呢激光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应用很广泛 首先呢激光的波长呢它很短 所以呢可以用于高精密的测量 其实呢激光的频率很高 所以呢它可以用于高频响的测量 其次因为它可以实现光的远程的传播与扩展 所以呢它可以实现大量层的测量 我们从这个图里也可以看出 激光呢实际上在频率在10到15次方 那么在介于红外辐射紫外辐射以及中间可见光部分 那么与实体世界呢相比呢 如果我们光无限传播的话可以实现楼宇 甚至更大尺寸的测量 然后呢在波长这个量级上呢 本身可以对细菌病毒这个量级呢进行测量 如果对光呢进行更精密的细分的话 可以实现分子原子核的测量 因此呢激光测量与探测技术被广泛呢 应用于前沿科学研究和先进的工业生产中 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以这个前沿科学研究为例 来介绍激光可能的用途 那么在2012年 NATO期刊给出了六大挑战性的科学难题实验 那么这是一个预测 那么在其中呢有多项均涉及激光测量 那么在六大科学难题当中呢 第一个难题就是发现桑迪粒子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希克斯粒子 那么这种粒子呢是物质的质量支援 也说只有了它才能使其他粒子产生质量 而从粒子的物理标准模型来讲 当时呢已经预测了六十二种粒子 其中呢六十一种已经发现 那么上连粒子呢是最后一个 亟代发现的这样一个粒子 如果它成立那么现有的物理标准模型就成立 如果不成立呢 这整个模型将垮塌 那么当时2012年预测以后呢 实际上2013年3月14号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就宣称已经探测到希克斯粒子 而13年10月8日 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英国的理论物理学家 彼得希克斯以及呢 比利时的理论物理学家 弗朗索瓦恩格勒 那么大家看一般的物理学奖呢 受奖时间跟它的发现时间相距都较长 但这个粒子呢 时间极短 当年发现 当年受奖 那么实际在探测这个 或者选找上帝粒子的过程中呢 霍金进行了一个打赌 那么他当时掏出一百美元 说如果谁能发现 我给他一百美元我赌 没有 但实际上呢 为了寻找上帝粒子 在欧洲核子中心 也就是CERN 他实际投入了百亿美元 这样量级的这个资本 进行呢 用于科学探索 那么在法国等几个国家的边界呢 在地下一百米 构建了27公里长的一个环形的路径 进行制造这个 构建那个大型的粒子加速器 进行旋找 大家看 那么这个大度呢 是非常的不对称的 那么我们实际上在看 在整个欧洲核子中心呢 大家看左边这个图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非常精密的工程 在那么大一个环形轨道上呢 要进行粒子的加速 对撞 那么整个工程构进当中呢 比如一有张图所示呢 那么就会用整个长的轨道呢 需要进行精准的设计 建造 那么需要用非常精密的激光 进行导演和测量 那么其他呢 比如说在左侧这个图中呢 它有很多非常精密的结构 要进行多自由度的精密的测量和定位 那么就可能会用到优变 中间的这样的激光 跟踪测量装置 那么此外呢 还有大量的几何量 长度等等的精密的测量 那么就会用到优下方 所示的这个激光 超激密测厂装置 来进行定标 所以可见呢 这样的一个大工程呢 是离不开精密激光测量的 那么六大挑战科学难题呢 这第二个呢 也就是寻找外星生命 也就是寻找西外的有生命的行星 那么在众多的人类发明的这个方法当中呢 有一种方法比较突出 它叫临日法 是1999年 一个叫夏邦诺的哈佛大学的研究生 所发明的 那么简单的说呢 这个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光谱法 那么它的原理呢 可以如虾图所示 一个抹星发出了特定光谱的光呢 然后呢经过行星被观测者观察到的 如果星表面有大气层的话 那么母星的发出的光的光谱 经过这个大气层与大气层 进行相互作用 有部分光谱呢被增强 或者有部分被衰减 那么这个时候呢 观测者就根据这个光谱的改变的情况 来反过来推测 行星中间气体大气层的这个特定的物质成分 这个方法呢 从原理上来看呢 实际上挺简单 这个方法发明呢 这个原理呢 可以用这个动画所示 这个黄色的是这个抹星 那么这个黑暗体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行星 带观测的行星 那么当它绕过这个抹星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光路上 就可以对这个抹星的光谱产生一定的作用 这个方法呢 看上去非常简单 但实际上我们有一句话叫 简约而不简单 看上去简单的方法呢 在实现起来呢 有时候很难 所以呢 这个方法呢 在多年的这个实践当中呢 被广泛的质疑 也得到广泛的支持 因为它很简单 大家觉得这个很可能实现 但是呢 它的技术难度又非常大 那么这个方法难在哪里呢 首先呢 它是行星和抹星的体积比 它不成比例 比如说如果抹星是太阳 地球是我们带观测的行星 那么地球的体积呢 与太阳比的话 只有万分之一不到 那么如果再考虑到大气层 那么其信息的这个含量就非常微弱 比如大气层中呢 含有的这个生命物质的这个信息呢 小于1ppm 那么对于整 再考虑到整个体积比的话 那么这个带测量呢 是一个非常超弱的这个能量特征 很难发现 那么目前呢 能够测量这种极微弱光谱的望远镜 目前呢 还是没有 有待后面去通过科学的大项目 大工程来实现 那么另外一个 当然还有一部分提出 目前呢 地球生命是比如说 是这样的一种物质结构 比如氧气对我们很重要 蛋白质对我们很重要 但是呢 外星生命是不是这么构成的呢 那也很难说 那么六大挑战科学难题之三呢 是看穿手心分子的镜像 那么对于这个手心分子呢 可能很多同学不一定很了解 那么我们这么比方吧 所谓手心分子 大家看下面这个图所示呢 就是说左手和右手 大家可以伸出你的左手和你的右手 你们看 这两个手呢 是非常相似 但是呢 它俩重复吗 它俩实际上 不是可以拷贝 从左手拷贝右手的 它俩是一个镜像的 对称关系 看上去很像 但是永不重复 而自然界中呢 往往很奇妙 生物细胞呢 通常由左手针的分子组成 那么这样的一个特点呢 就对于我们的生命起源 和新材料的制作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在欧洲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就是当时呢 有一种药 是火源的妈妈们经常服用的一种药 那叫沙尼端 但是当时生产的一个药呢 得到了这个准妈妈们的喜爱 但是实际中呢 因为很多妈妈服用了一种叫 幽群的沙尼端 当时这个幽群呢 也是不知道的 就是认为是普通的沙尼端 那么导致呢 1.2万左右的海胞婴儿的出生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个图 所谓的海胞婴儿呢 就是肢体发育不全 大家想这简直就是人间惨剧 那么就是因为这种幽群物质的 导致的 那么后来通过这个产力的事件 人们又发现这个幽群的这种 合成的化学药物 对人体很大的伤害 那么因此呢 就要把这个左群的和幽群的 这样的材料和物质呢 进行区分 其中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分这个左手和右手 怎么去区分 一种呢就是说 通过科学家的研究和理论 这个仿证 发现了这个左手分子呢 和右手分子呢 在轮胎上有非常微弱的区别 那么这个区别怎么体现呢 就是我们知道 这些微小的物体呢 都有很高的斜阵 或者致阵频率 阵动频率 那么左手针和右手针的分子呢 它的阵动频率确实有区别 但区别有多大呢 10的15方是分之一 到10的20次方分之一 是这么一个非常微小的 那么具体的来假设一下 如果左手针分子的振动频率 是30太赫子 那么左手和右手针分子振动的频差呢 是在毫赫子到微赫子 大家想一想 这么一个非常大的跨度 其实很难区分出来 因此呢 在实际的测量当中呢 要采用非常精准的 振动传感器和极高分辨率的光谱仪 但是呢 目前呢 就这么高测量范围和这么精密的 这个测量精度的这样的 振动传感器 目前呢 还不能完全的设计出来 完全满足这个左手针 右手针分子的区别 或者检测的需求 那么六大挑战科学难题的 第四个呢 是寻找额外的空间维度 我们各位同学都知道 我们生活在是一个几维空间呢 正常呢 我们都认为 我们有前后 有左右 有上下 那实际上呢 一般来讲 我们都认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三维的空间 就像我们同学所画的三维周标系一样 那么但是呢 在此以外 有没有额外的 其他的空间维度 那么 有人认为 如果有空间维度的这个 额外的这样的维度 那么 就会导致经顶的牛顿中立场会产生一个扭曲 那就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线性的直线 平面和三维 它是一个扭曲的空间 可能点到点 点之间的距离呢 可能最小的不是一条直线 那这跟我们平常的这个知识 可能有一点的悖论 但我们看一下 那么多维空间呢 实际上最典型的 一维度的这个空间呢 实际上它有很多这个典型的 比如说 微粒子和碳纳米管 它是典型的 一维度的代表 那么二维度的这个代表 空间代表呢 就是是一个可以叠加闭合的平面 比如说 像这个右下角这个图 最左侧那个 是一个平面的实木系 那么三维的大家就可能很容易理解 比如说自然界的晶体 还有一些这个实木的这个球系等等 那么当然也有的同学可以理解 我们如果在三维空间上 加进另外一个维度 时间这个大家可能很容易接受 只要时间就变成四维空间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生物和植物 它都有一个四维度的空间 为啥呢 它还生活在时间这个维度里面 但是偶尔呢 还有没有第五维度 第六维度 甚至这个立场呢 就是认为中立场 它本身就应该是 不像我们理解的是一个直线的 平面的 或者线性的 它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卷取的立场 那么为了认知这个问题呢 就是其中一种呢 典型的这个科学实验手段呢 叫卡文迪许纽秤实验 那这个呢 大家可能这个卡文迪许纽秤呢 大家很多情况下呢 有过这个认识 或者有很多同学做过实验 那么你用这个纽秤呢 来做一个寻找额外维度的这个实验呢 实际上就是说 如像左下图的一个所示呢 那么在这个纽秤附近呢 摆一个重力体 那么如果这个 它这个受到这个重力场的扭取作用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纽秤就会产生牛板 那么根据分析呢 如果这个产生重力场扭取的话 那么这个角度变化呢 预计呢在10的九次方分之一度 是一个非常微弱的 微小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卡文迪许的纽秤的原理呢 可能大家知道 就是比如说我们如右图所示 那个相当于一个光源发出的光呢 被平民舰所反射 然后呢被另外一个探测器所接受 如果呢这个平民舰所在的这个物体呢 整个产生牛板的话 那么我们接受的光呢 就产生一个光钢杆的作用 会产生两倍的角板游动 那这个原理上也是很简单 但是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刚才所提及的 10的九次方分之一度 这样一个超微弱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呢 测量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而且呢在实际测量中 大家知道 我们有很多这个干扰的源头 会导致我们这个测量的结果呢 可能就看不出来 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这个 大量的环境的造成空气的导动 以及这个大地的震动等等 那么在实际中呢 卡文迪许呢 经常用激光作为光源 那么这用其他探测器作为探测 那么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典型的 精密的激光测量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